今天是2021年11月18日 昨晚的第28届东方风云榜棒音乐盛典 确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 果然是一场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盛典 本届东方风云榜周深评了去年的得奖数 一共难获了三项大奖 第一项大奖也是重量级的大奖 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奖 第二项大奖是凭借歌曲《何光同城》入选了十大金曲 这其中也有大家的功劳 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毫无悬念的事情 最后一项大奖 周深凭借自己出道六周年的演唱会 晚安明天见拿下了最佳线上演唱会的大奖 三项大奖个个都是实至名归 首先要恭喜周深 真的为他高兴 而周深本人也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感慨 我要加油成为你们的骄傲 就这样 网络上至少产生了三项关于周深的热搜 周深最受欢迎男歌手 周深说要成为大家的骄傲 和周深模仿粉丝用生命合唱 周深连续参加了六届东方风云榜音乐圣典 每一届都有非常大的收获 但从个人讲相来看 也算是见证了周深成长飞跃的过程 2016年第一次参加东方风云榜 周深拿下了最佳新人奖 2017年第二次参加东方风云榜 周深获得了全名选择男歌手奖 2018年第三次参加东方风云榜 周深获得了年度飞跃歌手奖 2019年第四次参加东方风云榜 周深获得了年度最剧突破艺人 2020年第五次参加了东方风云榜 周深获得了传媒推荐大奖 和年度影视剧歌手奖 今年是第六次参加 周深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从最佳新人到最受欢迎男歌手 东方风云榜也算是对周深的一种见证了 而且看到周深拿到2021年第一个最受欢迎男歌手 突然觉得有点去年周深横扫各大 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味道了 期待年末周深能够拿到更多重量级的奖项 一起期待一下吧 另外在本届东方风云榜中 采访的环节也非常有梗 尤其是青唱黑毛警长和大鱼 让台下接唱 很是搞笑 而周深今年力的flag也已经完成了60% 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周深的二专 昨晚的东方风云榜 哪些环节让你感触最深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经常更新